亚洲人格特质系统来研究 这个系统刚才我所讲的是 我采纳于中国的行额上学八字系统而改编成的 它有2000年的历史与智慧 跟中医疗法类似 理念也是有用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来探讨 在亚洲人格特质系统里面 我会用三个步骤来看 第一个步骤就是以日主 日主就是你是谁 主要特征它有阴阳五行 然后第二个就是结构 什么是结构 结构就是每个人的做事方式跟沟通方式都会不一样 我会讲解一个人的结构如果不一样的话 会带给我们的选择 工作上面的选择 我们工作岗位上的不同的想法 第三呢就是我取决于八字系统里面呢 我把它改编成人格特质向线 JYPQ系统 它是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在天赋是什么 我们的潜能跟我们的盲点是什么 人家会怎么样看我们 这个是另外一个系统 属土 土如果你来看的话 其实这里有一块很大的石头跟泥土 对不对 或者是一座山 羊土就是一座山 土里面有什么 有黄金 有矿 一个人如果属土的话 他们我们叫做内有乾坤 所以属土的人给人家的感觉是可信 可信赖 可包容 所以他们如果的工作范围能跟其他的人有接触 有引导方面的话 他们都会比较开心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自己 认识了自己 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做某一些决定 为什么你会跟人沟通的方式是某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去了解他人 然后你才能建立有效的关系 然后在事业工作上面团体上面都比较开心 谢谢你